现在一天只喂一顿 喂一顿的话要多喂一点 就说让它们吃饱 这样喂鸽子饿一点 它们见了我们也没有那么害怕 天天喂饱了它就胆小 饿一下 人为才死 鸟为食王 看到鸽舍里面的鸽子就知道 它们已经在等我了 饿了吧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它们玩 可以给它们互动 尽量还是不要在地下吃 因为我洗过地之后会放在地上给它们吃的 不然的话现在就很脏了 要是有粮食滚到粮便上面去 它们也会吃下去的 卫生很重要 都不怕了吗 你也不怕了 平常胆子小的吗 今天变胆子那么大了 一天喂一顿够了 老三姐是 来 你要在这里面吃啊 吃吧 热了 老三姐是现在抢食抢不过它们 等下弄倒掉了这个是谁 我们还是不斗它们了 放在这个石头里面给它们吃 这里面有保健沙 我这是晚上喂 白天不喂 早晨没喂 之前只喂一顿 这一顿就给它们吃饱 正常日晚上三产子嘛 现在给它们加到无产了 把早晨的两产子也给它加过来 吃剩也没关系的 鸽子每天晚上的消化系统 是很好的 吸收也很好 因为它们是种鸽嘛 就没有给它控食空那么厉害 如果是比赛中的鸽子 这种吃食还是有点慢 说白了就是说还没有饿到劲 但是饿狠一点的话既听话 桂桃能力又强 现在你看它们吃食的速度还是很慢的 没有那么快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悠悠的视频的朋友 记得给悠悠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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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